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流行星星 亚利安娜 格兰德 Thank You Next 感恩的成长 纳摩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霓虹之夜 亚利安娜 格兰德 Break Free 自由的呼喊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亚利安娜 格兰德 Ariana Grande 的歌曲 Break Free 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流行舞曲 更是一个自由的呼喊 一个现代女性力量的象征 让我们一起来解剖这首歌的深层意义 并且在这过程中让我们保持一点幽默感 毕竟学习也可以是件有趣的事 首先 让我们从歌曲的背景开始 这首歌发行于2014年 是亚利安娜的第二张专辑 My Everything 中的一首单曲 歌曲由Z的制作 这位德国DJ和制作人以其电子舞曲 EDM 风格闻名 这首歌的节奏感强烈 旋律动感 让人忍不住 想要随之起舞 歌词方面 Break Free 讲述了一个人 从一段束缚她的关系中解脱出来 寻找自我和自由的故事 亚利安娜在歌中唱道 This is the part when I say I don't want you I'm stronger than I've been before 这是我说我不再需要你的时刻 我比以前更强大了 这句歌词可以说是整首歌的核心 强调了自我成长和摆脱束缚的重要性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感 谈谈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 MV MV的设定充满了科幻元素 亚利安娜化身为一位太空战士与外星人战斗 最终获得自由 这种设定让人不禁联想到星际大战或银河护卫队 想象一下 如果亚利安娜真的在太空中唱歌跳舞 那么外星人可能会被她的歌声迷住 然后和平地投降 这也许是人类与外星人和解的最佳方式 对吧 此外 MV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 亚利安娜在一个巨大的太空船上跳舞 这艘太空船看起来像是从80年代的科幻电影中借来的 这种复古风格的设计让人不禁会心一笑 仿佛在说 即使在未来 我们也不能忘记过去的美好 总结来说 Break Free不仅仅是一首让人心情愉快的舞曲 更是一个关于自我解放和成长的故事 亚利安娜 格兰德通过这首歌 向我们展示了现代女性的力量和勇气 无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太空中 我们都应该勇敢地追求自由 摆脱一切束缚 希望大家在听这首歌时 不仅能感受到音乐的魅力 还能从中获得启发 记住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都可以像亚利安娜一样 勇敢地说出 I'm stronger than I've been before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情感共鸣 亚利安娜 格兰德 One Last Time 最后的告别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又要探讨的是 亚利安娜 格兰德 Oriana Grande 的歌曲 One Last Time 这首歌不仅在音乐排行榜上 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更在情感层面上 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 这首歌的背后故事 和其情感力量 首先让我们从歌曲的背景开始 亚利安娜 格兰德 在2014年发行了这首歌 收录于他的专辑 My Everything 中 歌曲的主题 围绕着一段即将结束的恋情 歌词中充满了对过去的怀念 和对未来的无奈 这种情感在现代社会中非常普遍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成年人 都能在这首歌中找到共鸣 歌曲的旋律和编曲 也非常值得一提 制作人David Guetta 和Seven Kotecha 为这首歌注入了电子舞曲的元素 使其既有情感深度 又充满了动感 这种音乐风格的结合 使得One Last Time 在舞池和耳机中都能引起强烈的情感反应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 MV MV中 亚利安娜 格兰德 扮演一位在末日来临前 试图与爱人重逢的角色 这种末日情景的设定 不仅增强了歌曲的戏剧性 也让观众更能感受到那种最后一次的迫切感 这种情感的张力 让人不禁想起了莎士比亚的悲剧 虽然这里少了些古典的悲壮 但多了些现代的紧张感 有趣的是 这首歌在2017年曼彻斯特恐怖袭击事件后 成为了纪念和悼念的象征 亚利安娜 格兰德 在曼彻斯特举办的慈善演唱会上 演唱了这首歌 并与观众一起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 这让One Last Time 不仅仅是一首关于个人情感的歌曲 更成为了一种集体情感的象征 最后 让我们用一点幽默来结束这堂课 有人说 亚利安娜 格兰德的高音可以打破玻璃 但我认为 他的音乐更能打破我们心中的尖兵 无论你是因为失恋而听这首歌 还是因为想要在舞池中释放压力 One Last Time 都能给你带来一种特别的情感共鸣 所以 同学们下次当你们听到这首歌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 更是一段情感的旅程 一次心灵的共鸣 希望你们能从中找到自己的故事 并在音乐中找到慰藉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流行新星 亚利安娜 格兰德 Thank You Next 感恩的成长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位流行音乐界的璀璨新星 亚利安娜 格兰德 Ariana Grande 以及她那首让人耳目一新的歌曲 Thank You Next 这首歌不仅在音乐排行榜上大放一彩 更是以其独特的感恩态度和成长故事 让我们看到了亚利安娜的另一面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这首歌的背景 亚利安娜在2018年 经历了一系列的情感波折 从与饶蛇歌手迈克 米勒 McMiller 的分手 到与喜剧演员皮特 戴维森 P Davidson 的订婚和分手 这些经历对她来说 无疑是情感上的巨大挑战 然而 亚利安娜并没有选择沉浸在悲伤中 而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 来面对这些过去 Thank You Next 这首歌的歌词 充满了感恩和成长的元素 她在歌词中提到她的前任们 并感谢他们 教会了她爱 耐心和痛苦 这种感恩的态度 让人不禁想起一句古老的谚语 失败乃成功之母 亚利安娜用她的音乐告诉我们 过去的经历 无论好坏 都能成为我们成长的养分 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 也非常有趣 充满了对经典青春电影的致敬 比如 辣妹过招 Mean Girls 绿症俏家人 Legally Blonde 和 五处我人生 Bring It On 这些电影 都是关于自我发现和成长的故事 与 Thank You Next的主题完美契合 亚利安娜在录影带中 扮演了多个经典角色 展现了她的多才多艺 和幽默感 有趣的是 亚利安娜在录影带中 还加入了一些小彩蛋 比如 她在 辣妹过招中的烧书 Burn Book 上写满了对前任的搞笑评语 这些细节让 粉丝们津津乐道 这种幽默的处理方式 不仅让人感到轻松愉快 也让我们看到了 亚利安娜的智慧和创意 总的来说 Thank You Next 不仅是一首动听的流行歌曲 更是一个关于感恩和成长的故事 亚利安娜 格兰德用她的音乐和幽默 告诉我们 如何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 并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未来 这种精神 无论在音乐界 还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所以 同学们 当你们下次听到 Thank You Next时 不妨想一想 你们从过去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 又如何能像亚利安大一样 以感恩的心态 迎接未来的挑战呢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亚利安娜 格兰德的三首代表作 Break Free One Last Time 和Thank You Next 这些歌曲 不仅在音乐上 让人耳目一新 更在情感层面和人生哲理上 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Break Free 让我们感受到了 摆脱束缚 和追求自由的力量 这种力量 无论是在地球上 还是在太空中 都无可阻挡 One Last Time 则以其深情和戏剧性 让我们体会到 即将告别的那份无奈和珍惜 而Thank You Next 更是以感恩和成长的态度 教会我们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 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亚利安娜 格兰德的音乐 不仅仅是旋律和节奏的结合 更是一段段生活故事 和情感旅程的呈现 它用音乐和幽默 让我们看到了 现代女性的力量 智慧和勇气 希望今天的分享让 大家对亚利安娜的音乐 和它背后的故事 有了更深的理解 也希望大家 能在它的音乐中 找到共鸣和启发 学习音乐 不仅仅是欣赏 更是理解和感受 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从中受益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对亚利安娜 格兰德的音乐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有没有被哪首歌 特别打动或启发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故事和问题 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我是六博士 感谢大家的收看 期待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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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